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今晚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一篇文章来自于梅姨所写到的 远嫁的姑娘最怕过年 春节临近身边同事都开始了春运的抢票大作战 但是同事小周却没有加入这场战斗 远嫁的她已经多年春节没有回娘家了 当初未来爱情不顾一切嫁得这么远 现在有了孩子才知道父母恩才开始想家 结婚前计划得很好 春节回家采取轮流制 无论多忙小长假也要经常回家看爸妈 可回家的计划永远被更重要的事打断 孩子病了公司加班了 婆家有事了 闺蜜结婚了 今年春节和往年一样也不回娘家了 想到大过年的爸妈冷冷清清的两个人在家 我就觉得我这个当女儿的挺不孝顺的 远嫁的姑娘最难周全 嫁人前总觉得日益发达的交通能够让远嫁的自己回娘家很容易 可是在一个城市久了才发现被牵扯的太多 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才发现回一趟娘家真的是太难了 原以为把爸妈接到身边住就好了 可是后来才发现他们并不适应你那类的生活 小周几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小周说他其实特别怕过年 以前他在家的时候爸妈忙来忙去家里特别热闹 现在呢他不在家 除夕夜爸妈就两个人 一定随便吃点什么 看会儿冲完早早就睡了 外边是鞭炮声 家里更显得冷清吧 他觉得特别愧疚 觉得自己特别不孝 小周说他终于明白了以前爸爸经常说的那句话 我怕过年 不是怕自己又老了一岁 而是怕你又远了一点 远游爸妈有可怕 可是远嫁意味着女儿要把后半生 都托付到另一个陌生又未知的地方 女儿就是爸妈的全世界 远嫁的女儿是爸妈一生无法言说的痛 而远嫁的女儿心中的痛 也不敢对爸妈说起 对爸妈也永远是报喜不报忧 但是远嫁过来 到底不是从小长大的城市 就是这听不懂的方言 便硬生生地把你隔开 招视着你是个外地人 吃不习惯住不习惯 就算拼命地迎合 终究不是土生土长 每逢过年都特别想念 爸妈做的年夜饭 我远嫁 听不懂老公这边的家乡话 吃饭他们都有说有笑 我就只顾着低头吃饭 老公是湖南人 我是广东人 在他家过年 每个菜里都是辣椒 我只能吃几口青菜 婚姻只是归宿 却无关归属感 年轻时为了爱情远嫁的姑娘 后来才发现 越来越离不开爸妈 心里越来越多 输不出的心酸 远嫁的姑娘 最怕过年 远嫁的姑娘 最心酸和愧疚的 吃爸妈有什么事 根本没有办法 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他们的身边 邻居刘阿姨的独生女 远嫁台湾 有一次晚上 老伴救病复发 从床上掉到地上 刘阿姨折腾了二十多分钟 根本整不动 女儿远在台湾 亲朋都在熟睡 刚强了一辈子的刘阿姨 看着通讯录里置顶的 女儿名字流下了泪 你爸躺在地上 而你在通讯录里 南京的孝道 是远嫁的女儿 一辈子的痛 爸妈生病的时候 不能端药倒水 在身边伺候着 爸妈孤独的时候 不能聊天说笑 在身边陪伴着 甚至在爸妈 最需要你的时候 他们也只能默默 把泪水咽下 对着手机和你说一句 一切都好 让远嫁的女儿 更心痛和遗憾的 是爸妈临终 都很难见上最后一面 朋友小雅在美国 读了研究生 然后嫁了美国 去年小雅的爸爸 突然肝硬化复发 消化到大出血 紧急抢救无效去世 小雅赶回来的时候 爸爸已经下葬了 他跪在爸爸的 兴奋前说了一句 爸 我回来了 然后就哭得死去火烂 任谁烂都没有用 只恨自己 没有能够见到 爸爸最后一面 令小雅更难受的是 小雅告诉他 医生通知爸爸 抢救无效的时候 妈妈一听眼泪 刷一下子涌出来 五十多岁的人 扑通医生 给医生跪下了 说 医生求求你们救救他 他最爱的女儿 还在美国 女儿回来没了爸爸 我该怎么交代啊 求你们让他 撑到女儿回来 求你们啊 在生和死的面前 爸妈永远放在 第一位着想的 永远是女儿 人世间的面 是见一面少一面 远嫁的女儿 也许某天和爸妈 不经意间说了再见 这辈子 就真的 再也不见 其实 在女儿远嫁的那一刻 爸妈早已经 预料到了一切 已经想到了 远嫁 意味着女儿 将缺席自己的晚年 甚至临终前 都不能够见到 女儿最后一面 可是爸妈知道 女儿遇到想嫁的人 不容易啊 为了女儿的幸福 他们甘愿隐忍成全 他们担心 我们嫁人后受委屈 但也一直希望 我们嫁个好人家 有自己的家 这世上所有的爱 都是为了相遇 只有爸妈 对我们的爱 是为了分离 原嫁的女儿 注定是爸妈 丢失的孩子 原嫁对于女人来说 不仅仅是距离的问题 更意味着 她再也不能 依靠自己的亲人了 她能依靠的 只有老公一个 原嫁的女人 如果老公对你好 也算值得你 为她背井离乡 可是如果老公对你不好 例如老公出轨 家庭暴力 有不良的嗜好 或者婆媳的矛盾 没有娘家人 在身边给自己撑腰 推开门 却发现无处可去 那真的不是滋味 很多远嫁的女人 都有一步心酸事 去离合前 任何一件小事 都可能是大问题 我现在很后悔远嫁 在这边一个情人也没有 回嫁一趟奔波得要死 想念父母 只能够从电话里 听听声音 在这边跟老公 也没感情乱 关系特别淡 真的很心酸 山西嫁到辽宁的 生外孩子没奶水 不爱吃大米 也觉得吃不饱 想吃馒头 老公骂我 多难伺候 远嫁太难了 不过再难 我们也要努力幸福 让父母放心 有时候 特别羡慕 嫁得近的姑娘 同时小妮和爸妈家 就搁了几条街 小妮怀孕的时候 小妮爸为她 偷偷研究 孕期的食谱 每天做完生意 就回家煲汤 第二天把汤锅 绑在电动车后座上 再买一堆水果蔬菜 骑电动车 给小妮送过去 然后亲自看着小妮吃完 再把锅带回去 接着煲汤 整个运气一直如此 哪怕风吹雨打 也从未间断 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男人 是爸爸呀 其实爸妈为你付出 哪怕只是为你 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看着你一口一口吃下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和满足 可是远嫁的姑娘 就连经常陪爸妈 吃顿饭都做不到啊 需要所有的男人 都能够珍惜那个 为你远嫁的女人 也需要所有远嫁的女儿 尽可能地多回去 看看爸妈 因为一年中你回去的那几天 对爸妈来说 才是真正的过年啊 这是今晚和大家 共同分享到的 远嫁的姑娘最怕过年 读完以后 你有怎样的感想 也欢迎大家 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留言点赞 感谢分享 更多美闻 也欢迎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也祝各位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 晚安 好梦 收到你的心 带来最近你的消息 满梦生活里 唯一的景色 像一颗兴奋机 淡放阳光满地 台北走进飘雨冬季 你说别忘记 你说别忘记 早晚假建议 常常在夜里 我把回忆反复温馨 想认真的孩子 写完日记 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 每个心中秘密 都在梦里 苏醒 燃上身边 寒冷的空气 温暖到甜蜜 过往这个冬季 你是否一如惋惜 恨不得睁开眼中 灯温到下的气息 我们这个冬季 爱你的心更加确定 细心告诉你 台北好天气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收到你的心 带来最近你的消息 梦想外面 梦想外溫的惊喜 像一颗兴奋寂 南方阳光满地 台北走进飘雨冬季 你说别忘记 早晚假建议 哦 哦 啊 啊 常常在夜里 我把回忆反复 感谢观看 你是否已如往昔 恨不得睁开眼中的温到夏日清晰 我按着登记 爱你的心更加确定 细心告诉你 台北也好前进 我问这个冬季 你是否已如往昔 恨不得睁开眼中的温到夏日清晰 我问这个冬季 爱你的心更加确定 细心告诉你 台北也好前进 我问这个冬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